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年教过她的几位师长 特地留在学校等她 今年77岁的邱老师 十分惦念这个辛苦 又懂得感恩的孩子 我知道她家庭不好 她去读书的时候 我有包一个小红包给她 小小的 但是她一下飞机 她先去拜访我 还买台湾的名产 什么东西我忘记 送给我 我就记得这一点 记到现在 1993年 19岁的潘建成 带着12万台币 附近台湾 没想到这个马来西亚的乡下孩子 竟在台湾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八年走过 当初群联一起创业的小伙子 也都进入儿立之年 他们不是整天腻在一起的哥们 但彼此都知道 谁也离不开谁 刚好也是因为有几个人 就是一年巧合抽在一起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质 像有些工程师的 就是有办法去面对客人的 有办法去找人进来的 就是各个特质刚好 不多也不少刚刚好够 潘建成外放开朗 还带着一丝顽皮的个性 与其他那项不善交际的创业伙伴 形成强烈对比 只是这样的性格 是被现实改造出来的 我很悲观的以前 后来因为经营生意之后 每天烦恼就烦恼 我想干嘛这么累 不然就不要做 不然就不要做 那既然你要做 你在这个行业你要做 你就不要让自己这么难过 对不对 想一点好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说固执是天性 我不觉得是 等到压力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会改变的 压力让人快速成长 也让企业急剧扩张 如何带领年轻团队 度过重重危机 判建成总是不忘为大家打气 景气总是会有回来的时候 我们希望在下一次景气 回转的时候 我们产品线是ready的 我们的成本是最强的 我们客户是最稳的 我们策略伙伴是最多的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天下的 每个月举办的乐会 是总经理亲自报告业务的时间 短短十几分钟 让人看见潘建成的企图心 当时工业院的实验长 他是推动创业疫情中心 最重要的一个推手 那他交付给我的任务就是 希望我发掘台湾 更多年轻的施政 那现在回想起来 潘建成其实是非常成功 而且典型的年轻施政 中午一点十五分 才草草吃完便当的潘建成 又继续干活 短短半个小时内 他见了三个人 接了八通电话 拼搏中干劲十足 第一 我们出来做事不是为了赚钱 第一步我们就不是为了赚钱 我们为了是说 这公司不能倒嘛 不能丢脸嘛 不是为了赚钱 到今天为止 我们做事也不是为了赚钱 OK 当初为了赌气 只求不倒的公司 看到了比赚钱更重要的价值 他们要在生养万物的土地上 营造出家的温暖 分享彼此的生命经验 这边是做成小凉亭 然后烤肉的地方 那你不铺水泥嘛 你说这个叫什么菜 我们那边叫口菜 苦菜 味道有点苦苦的 这个采回去煮个汤加一颗鸡蛋就很好吃了 现在做有机农员 会不会是跟你种菜的经验有关 有一些关系 如果种菜是为了赚钱的话 当然很辛苦嘛 如果种菜是为了养生修鲜的话 那是很不错的 所以我想说 让员工也可以有机会种菜 而且菜种可以自己吃 为员工也为自己的向往 潘建成和四位创业伙伴 各出资八百万 在公司对面买下一块地 他们要开辟一个属于群联的有机农场 更重要的是对员工来讲 工作开始赚钱赚钱之后 当然要有那种位数感嘛 家的感觉嘛 那如果你这样子 让大家有一个活动 我觉得这样很好 在新翻的土地上生机处处 最快在今年冬天 就可以尝到用自己双手 种出来的新鲜高丽菜 我们要成为世界上的 这方面的领导厂商 这是一个梦想 一个指标 我们要做 怎么做 说真的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每天要把这事情 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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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再过个八年 我们就走到哪条路去了 这位大马青年始终相信 只要有梦 就不会太遥远 勇敢前进 总有到的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天第2位 都不超来 有个进一本 ですか 以上